然后刚好是我来北京的这两年时间冬奥会就要在这举行 我就觉得一定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作为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唯一的外籍志愿者 乌克兰留学生李霞说自己与北京冬奥会有着特别的缘分 来到北京读书的两年时间里 他见证了许多北京筹办冬奥的过程 同时也切实感受到冬奥会给中国冰雪氛围带来的变化 冰雪运动的普及也是有感觉到就是这个变化 因为之前我也在中国度过了很多个冬天 但是好像从来没有跟朋友去滑雪滑冰啊 就是这种活动很少 但是这两年我发现大家都开始就是对这些提起兴趣 对包括我跟我的同学们也就是参与到了很多类似的项目 李霞在主媒体中心负责对接中外媒体的采访需求 而他所具备的中英俄多国语言的技能优势 在这个岗位上得到极大显现 特别想把我自己擅长的一些事情 把我的能力就是贡献给这次伟大的活动 之前我其实也做过很多年志愿者在其他领域 包括文化体育都有 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志愿者的梦就是参与到奥运会 所以对这次我的梦想实现了就很有感触 主媒体中心的工作繁琐且忙碌 而随着赛事临近 李霞的工作更是与日俱增 对于每天的志愿服务内容 李霞享受其中 对他而言当一名志愿者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有一份热心 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有这份热心 因为你在为别人付出的时候 你一定要自己对这份工作有渴望 你一定要想着你在为别人做事情 但是你在为别人做事情的情况下 你又很乐意 你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愿意帮助到别人 你真的可以脸上带着微笑去帮助他 那这样才是一个合格的志愿者我觉得 李霞在微博拥有13万粉丝 是一名小有名气的网红 此次参与到冬奥会的工作当中 李霞说除了做好志愿服务的本职工作 他也想通过自己的了解 向国外民众介绍中国是如何筹办好冬奥会的 用Vlog的方式记录闭环里的故事 作为一个外籍人员来到这里 就是参与到这个中间去 去了解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么多成就的 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得这么好 然后他们是以怎么样的态度去做这些事情 我就觉得很好奇 然后呢我也希望可能给更多的外国人去讲述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相信全世界都很好奇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